現在華盛頓有一幫年輕人 我跟他們談 說那些熱線的那些 記者那幫人說 以前那些學校裡面 那幫小粉紅 又帶了那些Ferrari 那些洋港人來打我們香港人 現在這幫人消勝利息 全部在找辦法 要就是政治庇護 要就是想辦法回去 全部消勝利息 所有美國的校園上面 以前我們香港人經常被他們嚇的 他們威風了 又有錢 家裡又有錢 又開些靈車 現在全部消勝利息 沒有那幫小粉紅 香港我就不知道 但是起碼美國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幫人其實回去大陸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被信任呢? 上次疫情的時候 卡影他們回到之後 又被大陸的民眾罵得飛起的 根本就不想回 他不是不知道的 他心裡不知道 回到大陸 根本以後學習都出不了回來的嘛 他就知道 他那些父母全部都是那些 黨員 高官來的 怎麼可能不讓他們知道 實際上 個個都知道的 只不過是自己騙自己 現在那些人可以賴得不走就不走的了 所以那些共產黨員在這裏 可以半遍就半遍 一些感情都沒有 愛國 愛黨那些全部都在說謊 沒有警告之後 你不早就說話 你不早就說我 你不早就說漏在抱著 跡房子 真的有什麼 Cowboys很難 OK 沒什麼 你不早就說 那些什麼 你不早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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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做吧 我還要做 你不早就說 你不早就算 我還要做 那些什麼 我還要做 感谢观看